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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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知郎一边道歉一边躲避攻击 因为被打中可是要被送完保健室的 就算没被打中 一旦被逮住也还是会被没收而逝的 好在最后探知郎逃过了一届 学院奇葩老师 在鬼灭学院中 奇葩老师还真不少 严重猎猩猩猩狼的设定是学院的历史老师 他开展的历史课一般都是让学生扮演武将进行骑马战 学生们都非常喜欢 阴珠与随天元是学院的美术老师 经常扬言 艺术就是爆炸 学生们只好往试图引爆炸药的美术老师 与随天元头上泼水 想凯成为了学院的音乐老师 他擅长敲鼓 却总是情绪不稳定 还需要学生们对他进行安慰和开导 放学后日常 放学后 走在回家路上的探知郎又捉到了第二个变态 这个变态是个专偷16岁女孩内衣的男人 好在被探知郎发现了 高等部二年级的神奇葵前辈 家里经营着一家食堂 探知郎经常会去他那里吃晚饭 偶尔还会碰到一位扎着三股变得超级能吃的客人 兄妹二人都惊呆了 少年在门探知郎就这样过着每一天 正义的少年一天抓了两个变态 真是厉害 好啦 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小伙伴们 你们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哦 喜欢小猪的记得订阅点赞支持一下小猪哦 阿姨们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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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